好 歡迎依晨 好 依晨今天畫身為 單單只是美人魚的感覺喔 要帶給大家是在這個 希臘神話當中的 海執族社會納斯的造型 好 麻煩依晨再看前方 各位現場的貴賓 以及媒體的大哥大姐 大家好 我是依晨 所以你今天的造型也跟海有關係吧 對 其實就是這個希臘神話裡面 非常有名的海之女神維納斯 所以今天整個就是 很像海中女神的感覺 對 因為要帶給大家喔 每一位朋友們真的都要 愛護我們的地球 尤其是要保護我們的海洋嘛 對不對 所以因為我們這個Sector Blue 活動持續都很長 一面的時間也有很棒的成效 也要問問看一層 是不是最近也能像 類似像是潛水啊 風潛這些戶外活動 去年11月的時候 剛在綠島考上了那個 第一集的潛水執照 很厲害 第一集而已 我們第一集而已 就只能小小帶大家去 瀏覽一下海洋世界 30公尺已經很不錯了 30公尺身 所以看到很多 非常美麗的珊瑚礁啊 其實海洋是 其實地球生命的發源起原地 所以其實它有非常非常多種的生物 那其實是非常需要我們去保護它 因為海洋如果不乾淨 陸地上的人也會很辛苦 它變成我們使用的一些防曬品 也會盡量希望以天然成分為主 這樣你塗抹了防曬品下去 用游泳才可以 就是很和平的構成 總不能說人類都很主觀的 要侵入到海洋世界 也希望我們只是用觀賞的攪拌就好 對不對 不可以說 富裕的香菇好美 要拔一珠回家 就不行而已 真是辦法的喔 先讓大家運好一下 長一公分要好幾十年了 沒錯沒錯 那也要請我們的海之女神 林依晨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很多的女生朋友們 也很想要去享受大自然 也很想要去感受一下 很漂亮的海底世界 可是有一些原因 真的是讓大家卻步 不敢去嘗試的 那就是怕變黑 甚至是怕黑了 還不回來 對不對 那依晨呢 在這個防曬跟保養的味覺上 有一個分享 我還記得我2004年 大概大 升大四的暑假的時候 我們全班去巴黎島 畢業旅行 然後我後來回頭看 那些照片 我們都非常的後悔 因為我穿著臉帽常修外套 家常褲 運動鞋 想穿潛水 是嗎 因為我都怕黑 可是我還回來 我比誰都還黑 我是在看你 對 好 好 在此也要正式跟大家宣布 雪基金草本清透防曬營焦 正式上市 也要進行我們的上市一試 謝謝你 謝謝你 希臘女神的那個 維納斯的靈感 對 服裝師的設計 其實有那種華麗的感覺 可能當初是浮潛 然後雪基金 又還沒出防曬系列 因為是我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從高中就開始用雪基金了 但是一直到現在學的潛水 算是到海底下的那種 有氣氛的潛水 所以跟浮潛又不太一樣 然後又有抹 全身只要露出來的地方都有抹防曬 所以就整個結果是大不了的 其實就是盡量清淡 但是我覺得人的心情很容易影響他自己 所以也不用太苛求自己 很像可能像修行一樣這麼的克制 有的時候身心是必須平衡的 所以有時候我也會吃一些 真的我自己想吃的東西 但是它也許不見得那麼那麼的養生 香烤很久了 就是剛好可能 因為一半是賣這個的 所以就會想對你來幾點 而且我本來就很喜歡吃 有時間的話吧 我想試試救援潛水跟夜潛 夜間潛水 因為夜間會看到的海洋生物不一樣 有的甚至會自己發光 所以還蠻有興趣的 基本上這是一個體育盛世啦 因為只是剛好就是以國家來 所以就是怎麼講 希望大家都 我就覺得應該就是 不管是哪一個球隊 都賺給大家好看的表演就夠了 還不錯 但是我們現在都還在就是 在融合期當中 應該有越來越來越好 謝謝 謝謝